Hello 各位早晨 通常我在我自己的頻道一般來說 很多時候會說電影 又或者比較少 但也有說說打遊戲 其實有很多舊遊戲我很想推薦 但我還沒時間錄 因為又要籌備一下 我想想想 因為前段時間 有一個電視節目系列 我小時候是很喜歡看的 每星期他做的我都要追 實在是太精彩這個節目 與眾不同 簡直是學納雞群 但很多年以來 其實那個show不太出名 後來就接了 一直以來我是很深印象 但沒有再有機會看回 但早前偶然在YouTube看到有人 這些真是同好 他把整集 上傳上去 所以很開心 有時晚上臨睡 我開來跟老婆看 我自己在看 自己在笑 我老婆覺得很搞笑 與眾不同 這個節目叫做 Maximum Exposure 即是外國人的節目 因為近期有很多reality show 即是reality show 即是有些真人show 即是說他日常的生活 即是那些 但再早一代 那種reality show 其實就是那些小小電影 即是有人 即是可能在街上摸街 又或者一個浪蓋過來 被人蓋到整個反艇 有人就不小心用攝錄機拍了 然後有些節目將他編成一集 就是被人看 即是這類型的節目 在鬼佬世界有很多 有些是有主題 例如警察追賊 整個節目就是拍警察追賊 這個Maximum Exposure 就是那類型的節目 正如我剛才所說 在群群眾多 這類型的小小電影的節目 為何這是令我特別深印象呢? 首先他裡面 剪輯的那些 那些 那些錄像是有趣 你看到別人的仆街 事實上是很過癮 但是你想想 當你show一個這樣的影片的時候 你可以從很多不同的角度 去show給別人看 例如我剛才所說的 例如警察追賊 有些節目將警察 說到一些幹探 即是用一個很serious的 tone 來present 你上youtube也找到很多 這是一個角度 這個Maximum Exposure 這個節目最與眾不同的 就是他在播映的時候 他旁邊會有龐白 他那個龐白是超級不認真 那個人是不斷在這裡說笑的 那龐白的那個人 根本上就是他 令到這個節目這麼清楚 首先那個人的聲音是好聽 你待會有機會可以去youtube找你聽 而且他說的那些話真的很好笑 例如一個浪蓋過來 又或者猜到追賊 又或者炒車各方面 他是以一個搞笑的形式去說 而且他是專門說一些 跟那個嚴重 意外事件是沒有關係的事情 例如其中一個running gag 例如有一個人握著快艇 然後炒到打了兩個關斗 他不會在畫面上拍攝 這個意外發生 但是他的評論就會在 例如說那個人的服飾 你看他的服飾多有影 或者在評論別人的髮型 你看他打了兩個圈 他依然能夠保持那個髮型 下了多少gels 他評論那些 整個組合令事情很有娛樂性 我看過很多這樣的show 只有這個這麼有娛樂性 這麼過癮 那怎樣找呢 你可以在youtube找maximum exposure 我找到這個channel 我希望他能夠留久一點 他上載了很多時候 你看這40多分鐘 他真的整集上載了 你看幾集 你就會明白為何我說這個節目 是這麼特別 所以這個節目我是非常推介 很可惜他做了兩個season 之後就沒有了 老實說 如果他出blu-ray 甚至DVD碟 我真的會買的 不是開玩笑 所以我給這個節目的評分 是A價 非常精彩